大學的階段 那時候對繪畫的另一種認識跟思考 在那時候比較接近那種重繪畫 單純的對那種點線面一種趣味跟摸索 這個之後在我們的老師身上 圖樣的那種個性、那一種方式 它也是可以很有趣 那時候也試著說 如果符號的東西帶到畫面裡面 它是什麼畫面 像我們最早那些東西 都會有一個梯子的符號 因為那時候就是我們就試著 將所有看到的東西 把造型把它剪畫 一開始是從天巧而來 那畫天巧的時候覺得 哇好複雜 就刪掉刪掉剩下梯子 那我就覺得不錯 它又很巧妙地在我畫面裡面 又是很剛好 就把它當作是我個人一個符號 這幾年我有一系列作品叫 《月香與醜》 先前的繪畫可能就是同趣的東西 或者是比較接近繪畫性的東西 我沒有脫離抽象繪畫的方式 但我希望在這個裡面 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東方繪畫裡面的一些精神和造型 比如說黑的運用 那個就有墨的那種意思 還滿熱衷於半自動技法的呈現 因為它可能玩的性質比較高 實驗的性質比較高 手法上或者材質上 任何一種材質 你都可以讓它變得有趣 就可以提高我創作那種熱度 那種性質 一開始其實都是臉的狀態下 我可能會因為一個顏色 然後我去做一張畫 就像我做音樂 它只要有一個聲音 或者一段旋律 它就可以譜成一首歌 先求美感再求一鏡 我的創作習慣跟失手的方式 我都是從這個部分開始